好,同学们好 前面呢,我们讲了行列式的性质 然后这一节我们讲一下怎么用行列式的性质来计算行列式 这里呢,我们前面讲到性质5的时候 说到一般性质5对于行列式的计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般很多计算都要用到性质 这里呢,我们重点也讲一下怎么用性质5来计算一个行列式 好,我们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假设我让你计算一个不是很复杂的 就是三阶的行列式 当然可以直接用定义来计算 用划线的方式来计算六项 如果用性质呢,我们可以用性质5 就是我上一次讲的想法 我们尽量能把它画成一个上三角的矩阵 上三角的行列式,说错 上三角的行列式呢,只要把对角线上相乘就可以了 什么叫上三角的行列式 就是对角线以上 可能不为0 对角线下方的2,3,4 这三个位置必须为0 那实际上就相当于你要把这个2化成0 把这个3化成0 把这个4也化成0 我们有一个固定的不准 或者叫一个万能的法则 总能把它这三个位置变成0 方法就是 首先用第一行 这个1 2和3分别消成0 完成以后呢 再用第二行把这个4 消成0 好,详细的过程给大家写一下 首先 第一行 乘以负2 加到第二行 这个标志呢 大家具体计算的时候 你可以写 也可以不写 就是写的是为了提醒大家 把第一行乘以负2 加到第二行 我就可以把这个2的这个位置 变成0 那同样 把第一行乘以负3 加到第三行 就可以把3这个位置变成0 我们来做一下 第一行不动 因为我用来消其他两行 乘以负2以后 加到第二行 是0 负2乘以2 是负4 加上3 负1 负2乘以3 负6 加上4 负2 第二行消完了 这位置变成0了 其他两位置变成负1和负2 好 乘以负3 加到第三行 这位置变成0 负3 负6 加上4 负2 负3 负9 加上5 负4 下一步 按照我们的万能法律 或者万能的步骤 那就是用这个负1 把这个负2 再消成0 但实际上明眼的同学一眼看出来 这是负1 负2 负2 负4 这两行已经成比例了 所以它肯定是等于0的 好 假设我们没看出来 我们接着再做一步 第一行不动 123 用第二行来消 第三行就是把第二行乘以负2 加到第三行 0 负1 负2 这个位置0乘以负2加上来还是0 这个位置变成0了 负2乘以负2 再加上负4 0 这样这个行列是有一行全是0 当然是0了 当到这里的时候 银成比例已经是0了 好 这样 这种做法 那这种做法 有时候会出现 万一比如说这个位置是0 那怎么办 你不能把这个23用0来消了吧 好 比如这样一个例子 这样一个行列是 在前面呢 本来是123 把它换成011了 那这样这个位置是0 你用这个0来消这个2 消不掉 你不完成什么 都不能把这个2消掉 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把它 交换一下行 因为我们知道 行列是可以换行 把这个位置是0了 换掉 换成一个不是0的 虽然这时候要加一个负号 把第一行和第二行换一个 负的 234 01134 注意一定要加这个负号 因为就是交换两行 它是有变号 那这时候这个位置就是2 可以用这个2来消 这个就不用消 这个已经是0了 用2可以来消这个3 你可以把第一行乘以负的2分之3 直接加到第三号 负号不要掉了 等234011 把它乘以负2分之3加上了 3乘以负2分之9 加上4 负2分之1 这边是负6 加上5 负1 做这以后 你实际上再把这个位置 消成0 就可以变成上三角了 好 我们可以接着234 第一行不动了 第二行也不用动了 第三行 我可以把第二行乘以2分之1 加到第三行 结果就变成了1 这个乘以2分之1 加上来 负2 弄掉了 就一定不要把这个负2弄掉 写着写着 就容易弄掉 好 这样我就变成了一个上三角 直接把对角线上一乘 就可以 负号不要忘了 这个一乘是负1 负的负1 就是正1 就是1 只是碰到这种特殊的情况 这个位置不能用来消的时候 可以先做一个 杭交换 把它 穿上了一个非零的手缘 可以称为是手缘 第一个缘 好 再举一个例子 第三这个题 在考试中 各种考试中 经常见到 有个4乘4的行列式 它的排列式很有顺序 1234 2341 3412 4123 其实1234123 一直以这个顺序的不够 往上填这样一个行列式 当然我可以用万能的方法来做 用这个1 把234都下成0 完事以后呢 再用这一行把这个 两位置下成0 这时候还不是上三角 还有这样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还要下成0 好 我们用这种做法 我来试着做一下 当然很麻烦 来试一下 乘以 负2 再到第二行 乘以3 再到第三行 乘以负4 再到第四行 一行列 1234 第二行变成了0 所以负2加上来 这边是负1 负2加上来 负2 负2加上来 负7 对吧 第一行 乘以负3 再到第三行 0 他乘以负3 负6 负2 他乘以负3 加上来 负8 乘以负3 加上来 负10 两多是负的 他乘以负4 再到第四行 0 乘以负4 加上来 负7 乘以负4 负12 加上来 负10 乘以负4 负16 加上来 负13 第一列 除了第一个手元以外 都不下轮了 然后再用这个负1 把这两个位置 下轮了 1234 不动了 0 负1 负2 负7 也不动了 这里当然你可以提出一个负号 就无所谓 好 把这一行 乘以负2 加到第三 这个我觉得 0 他乘以负2 加到这 负4 他乘以负2 加到这 4 同样 再把这一行呢 乘以负7 加到最后一行 负2 负2 乘以负7 4 负7 49 49 49 13 36 这个 接着 只要把这个位置变成0 就可以了 很简单 只要把第三行直接加到 乘以1 或者直接加到第三 我直接在上面写的 这个变成0 这个变成40 好 这样就变成一个 上三角 直接把对角线乘起来就可以 1乘-1乘-4 40 60 这是我们万能做法 其实做起来也不是那么麻烦 但是这样的题呢 还有一个更好一点的做法 D还可以这样做 我发现 这些每一行每一列 其实都是1234做成的 所以我把所有的行 如果都加到第一行的话 显然得到的 都是10 4加3加2加1 1加4加3加2 更10 如果把所有的列 都加到第一列的话 得到的也是同一个数10 所以用这种做法 就简化很多 我可以把所有的列 后面的三列都加到第一列 因为把一行的一行一行 或者一列的一个倍数 加到另一行另一列 不改变行列 所以我完全可以 把所有的列都加到第一列 就叫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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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列全变成10了 第二列 2 3 4 1 第三列 3 4 1 2 3 这种做法的好处 是我可以把直接得到这个和10 给把它提出来 提到 行列是万的 它就变成1了 第一列都变成1了 就是我 我再进行刚才的万能的消源方法 就很简单了 因为这些都是1 我直接把第一行乘以-1加到第二行 第一行乘以-1加到第三行 加到第四行 就是每一行都简直第一行就可以 好 第一行是1 1 1 2 3 4 这个比刚才这些简单很多 好 第二行简直第一行 0 1 1 4 1.4 第三行简直第二 0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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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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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